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原创今日最新动态 赵丽颖、杨子、陈毅、王一博、谭剑次龚俊、赵露丝 娱乐圈里那光鲜亮丽的圈子里 明星们的一言一行都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今儿咱们就来聊聊赵丽颖、杨子、陈毅、王一博、龚俊、谭剑次 赵露丝这些明星最近的新鲜事 一起感受他们那多姿多彩的娱乐圈生活 赵丽颖这生日照一出来 简直今天最抢眼的 她每次拍的照片都让人眼前一亮 镜头里她的笑容 甜得就像春天里盛开的花朵 那气质简直了不得 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 她那独到的美一直让人着迷 这次生日照更是把她美的境界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这组照片不单单是几张图 简直是她向粉丝们展示自己成长和变化的窗口 粉丝们都被她那美貌和魅力深深吸引 都在说这简直就是她们心中的女神 跟以往她美部作品一样 这些照片同样是她对演艺生涯和粉丝支持的深情回馈 可以说 她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表情 都深深印在了这些照片里 这事之属于她的个性魅力 也再次证明了她在娱乐圈里无可取代的地位 杨子金麦郎探场 活泼依旧 杨子去金麦郎工厂参观 这事可真是挺火的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她穿着一身朝饭而 亮相在大家面前 平时咱们就喜欢她那活泼可爱的模样 这次活动里 她简直就是一道耀眼的美景 她总能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活力 那天 她走到哪儿 哪儿就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参观工厂的时候 肯定有不少好玩的交流 她一来 总能给大家带来新鲜感 这次参观说不定会有她分享产品体验的趣闻 而且 这样的活动也让粉丝们更贴近她的真实生活 不只是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 诚意入围大奖 演技或肯定 诚意因在莲花楼中的出色表现 成功入选了2024年第29届亚洲电视大奖的最佳男主角候选名单 这真是个相当厉害的荣誉 她在剧里的表现简直让人印象深刻 她那高超的演技让所扮演的角色栩栩如生 尤其是她的武打戏份 流畅的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 每个动作都干净利落 一气呵成 作为咱们内娱唯一一个机身入围男演员的人 她身上担着沉甸甸的责任 她成功入围 给武侠剧在国际上赢得了光荣 武侠剧能走出国门 她可是出了大力 将来 她肯定还会给咱们观众带来更多好戏 咱们为她自豪骄傲 也对她充满期待 王一博新剧提名 即将商务活动 王一博演的这部剧追风者 竟然拿下了2024年亚洲电视大奖 第29届的最佳电视剧提名 这消息简直让人兴奋得不行 看来她的演技真的是挺厉害的 所有那段时间的辛苦付出都没白费 全都被大家看到了 加个她到了长春 来参加个挺重要的商业活动 大家都挺盼着她 她在那儿的每一个小动作 都能把粉丝们的眼睛都勾过去 她在娱乐圈里头的名气是越来越响 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搞商业活动 她总是能把自己的魅力和实力 给充分展示出来 谈见次Vogue盛典路透 帅气穿搭 谈见次那张赶往Vogue盛会的路透照片一出来 真是惊艳了不少人 她那一身打扮超时髦 那帅气件简直要溢出屏幕 她对时尚有自己的见解 每次亮相都像是在开一场时尚大餐 看那照片 她那股自信件简直能溢出来 这潮流饭要是放到红毯上 保管让她瞬间成为全场最亮的那颗星 粉丝们早就极不可耐的想要目睹她在颁奖典礼上的经验亮相了 她每次出场总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真是个极具魅力的巨星 龚俊新剧出装路透 精艳造型 龚俊在《暗河传》里的造型曝光了 那白发红绸缎的打扮 简直让人眼前一亮 感觉就像是直接从漫画书里跳出来的一样 这造型真是挺有个性的 一亮相就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 她这打扮一出 对新戏可是掉足了大家的胃口 都想知道她在剧里会怎么演得那么出彩 她那一身打扮加上那演技 总能让人对她接下来的作品充满期待